第四集 第四集 咱们打开了 马比猪杂一直排开 相当整齐的 现在比较落后一点就是大帅哥 还有幸运大师肯定是大后上的 在前面抢到领放 5号的飞轮腾达 找找从外侧接进来 然后后面是洛基 旁边是令人着迷 外侧第四叠是红龙来了 跟着才是内蓝的代宝来 跟着中间位置有散雷 到外侧则是 认识机甲 跟着后面是我的兄弟 内蓝只有洛基 内蓝是大帅哥 后面是庞金王国 跟着才是大后上的幸运大师 距离前一马大概六七个马位而已 进入一千公尺 5号的飞轮腾达在前岭 然后一个马位是洛基 旁边则是红龙来了 跟着才是一号马 令人着迷 内侧是戴宝来 今天守得不错 旁边外侧有这个 人士机甲 以及我的兄弟 第四叠 然后一个半马位 之后是闪雷 旁边是黄金王国 后面是自由落体 开始下边 然后是大帅哥 跟着最后 依然是这个幸运大师 距离前一马 依然是保守大概六七个马位左右 大概550公尺 我们看到三号的洛基 现在强到领方了 红龙来跟他斗了 这个飞轮腾达在守在第三个位置 然后是戴宝来 看看这个轮身机甲 还在第五第六个位 还是冲不起来 现在只有三匹马在前面斗 包括这个十号的洪龙来了 中间位是洛基 内栏是飞轮腾达 然后看到戴宝来 在第四个位置 另外闪雷 现在两匹马在斗 洪龙来了 斗洛基 洪龙来了 在外侧都是个洛基 大外栏看到闪雷以及戴宝来 现在洪龙来了 洛基 斗得繁分难解 洪龙来了 洛基 洛基先点下来 第二名洪龙来了 第三名很可能闪雷 后面是洪自由落体黄金 而是幸运大师 我的兄弟黄金 王国大帅哥 令人着迷 最后 轮式机甲 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 越跑越慢 洪龙基 在内侧 跟洪龙来了 斗得难分难解 赛鲁 哇 终于 再迎来一场 头马 这个 九汉 洪甘雨 恭喜他 洪龙来了 跑得最好的一次了 嗯 我们也给他中肯的评价嘛 就是年纪 年纪比那个 黄金王国 占优势 那这个 轮式机甲 就不总结了吧 翻篇了 这条种里面 在本地 唯一还有一点名堂的 有一点成绩的 也就 就此止步了 赢两场 就把你撑死了 嗯 走得如此之差 嗯 这个 马就怕比 一 三